我們來到了阿爾罕布拉宮 整個建築物的道理非常的漂亮 124根柱子支撐這整個庭院 非常有這種中東神秘的感覺 這個景太漂亮了吧 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我搭了我旁邊的這個小巴士 從山腳下來到了這個阿爾罕布拉宮 現在天還沒有完全亮 旁邊那邊就是售票處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買票 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去 那我這個門票大概是一個月前訂的 因為格拉納達阿爾罕布拉宮 這邊是非常著名的景點 所以如果你當天才來買票的話 很有可能會買不到票 或是你要等四五個小時以上 那我們訂了早上八點半的票 要去這個奈斯爾宮 那我們現在就趕緊過去 這邊就要前進我們的奈斯宮 前往奈斯宮要先經過這個橋樑 這個是古時候的橋 我們現在走的橋就很像那個 但是再大一點點 一大早那個小朋友最有活力 那看來我們應該已經快到了 他已經走了大概五六百公尺 他雖然這個皇宮很大 但跟著路牌走就到了 而且我們算是最早入場的一個梯次 所以前面只有十幾個人在排隊而已 非常快速 進到這個宮殿呢 他規定所有的包包都要往前背 可能會怕你撞到這些歷史古物 然後我們現在進到Alhambra裡面 最有名的奈斯爾宮殿 然後大概經過幾個走廊 還有小庭院之後 就來到他們這邊最主要的庭院 這個庭院叫做愛神墓庭院 又叫做香桃墓庭院 那其實這個奈斯爾宮殿 已經是在摩爾仁他們統治伊比利半島的後期所建造的 他們是從七世紀到十四世紀 阿拉伯世界統治整個伊比利半島 那這個宮殿是在大概十三世紀的時候建造的 那在這個庭院就可以看到摩爾仁他們的建築特色 可以看到他們這個水池是長方形的 庭院也是長方形的 那他們的特色就是利用水池去反射後面建築物的導引 那從愛神墓廳經過這個蜂巢狀的拱門 就會來到小船廳 那接下來從小船廳再繼續往前走 這邊就是大使廳 那大使廳現在的地板呢 是來自十六世紀的黏土地尊 那在這每一個門的門框呢 上面都有這些阿拉伯語的經文 這些都是可蘭經的經文 那從愛神墓中庭穿過這個小走廊之後 就會來到了我們這個獅子廳 這個獅子宮 它是整個奈斯爾宮殿最華麗的地方 然後中間可以看到 有一座噴泉它周圍有十二個獅子 然後他們的水都是從嘴巴吐出來 這邊你可以看到非常華麗的柱子 這邊總共有一百二十四根柱子 支撐這整個庭院 它在獅子皇宮這邊走路的話要非常小心 因為這個路上有這些小小的噴泉 所以如果一個不小心的話就會踩進去 這邊是連接兩棟建築物之間的橋樑 那一些摸人在這邊就可以看到後面非常漂亮的山景 那從奈斯爾宮殿出來之後 在出口的地方這邊可以看到 PARTEL庭院非常漂亮 跟剛剛的愛神墓庭院來比的話 這個比較沒有那麼貴隙 但是非常平易近人 然後這個水池也是一樣 整個建築物的導引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壯觀 那我前幾天在巴塞隆納喝的那些水都不太好喝 但是這個水我覺得蠻好喝的 有一點清涼甜甜的感覺 那大家可以來試試看看 之前有一部韓劇叫做 阿爾韓布拉宮的回憶 那我是沒有看過 不過聽說就是 很多亞洲觀光客看了這一部韓劇之後 來這邊朝聖 現在是早上的十點半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人潮非常多 全部人都是要進去參觀這個皇宮的 所以如果要來的話 我建議要買最早的門票 不然就會人幾人的 進去了也很不舒服 這邊除了有旅行團的人會來這邊排隊入場 那上面個人入場的也是非常多 一堆人啊 這個阿爾韓布拉宮呢 它還有很多不同的宮殿還有花園 那我們現在就過去逛一下 現在我們進到了阿卡薩巴要塞 我們現在爬上樓梯 看一下有什麼樣的景色 這邊已經聚集了非常多人了 這個是阿爾韓布拉宮最早的建築物 是用來防禦敵人用的 那邊就是維拉塔 我們等一下就走過去看一下那邊的風景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要來登上這個維拉塔 走一走 每走到的一個轉角 就有一個這樣小小的向外的窗戶 那我現在成功的登頂這個維拉塔 那從維拉塔呢可以直接看到整個格拉納的城市 從這邊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下面的軍械廣場 這邊的視野非常的好 後面這一側就是我們昨天晚上走的阿爾拜新區 然後另外一側 我們走到另外一側那邊 另外一側那邊可以看到那邊有雪山 這次的風景也非常漂亮 後面呢有一個這個鐘 那這個鐘的功能呢 是以前要提醒農民要幫農作物澆水的鐘 那所以只要敲鐘 那這個農夫就去澆水 這個景太漂亮了吧 現在來到的卡洛斯武士宮殿 那它最有特色的就是原型的鐘庭 那這棟建築物也是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非常重要的建築物之一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32根柱子 支撐整個建築物 非常漂亮 阿爾罕布拉宮沿路都有非常多這種水池 Fountain 旁邊這邊是種田的部分 那現在還是有種一些花還有一些植物 那現在我們就要到上阿爾罕布拉宮的花園去逛一下 好那現在我們來到了我們的最後一站 這邊是這個賀內拉利菲宮 那這邊是這個皇室夏天的宮殿 那因為這個花園旁邊都是樹 然後還有一條很長的這個水池 所以走在裡面 就算是白天的時候也非常涼爽 那在這個阿爾罕布拉宮裡面 有很多橘子樹 所以以前的國王只要逛一逛肚子餓了 就直接摘一顆橘子來吃 那從花園旁邊的樓梯走上來之後 這邊的樓梯扶手也是有水流的 這水流會讓這個上層的空氣也比較涼爽 像我們從這個阿爾罕布拉宮的出口出來的 外面呢有一大堆人在排隊準備要進去的 還好我們早上八點就進來了 現在再來的話 我看進去那個獅子宮啊什麼的那邊 一定塞到爆 因為那邊的走廊其實並沒有很寬 人少的時候逛比較舒服 準備搭這個C30的公車下山吃午餐 那如果我不想要搭公車的話 這邊也可以用走的一路這樣慢慢走下山 那要去阿爾罕布拉宮的人呢 就是在這個伊沙貝拉廣場的前面 那邊就是公車站 那我們現在就去吃昨天爆滿的這一家 現在來到當地第二有名的tapas店 那我們點了一杯sandrias還有一杯可樂 在這邊呢你只要點飲料 他就會送你一盤tapas 到現在來幫大家試吃看看 他這個湯頭很像是排骨馬鈴薯湯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這個血腸 我們來試吃一下 這個血腸味道非常的香 可以搭配這個麵包還有酸黃瓜辣椒一起吃 剛才在這一家店喝了一杯sandria 一杯可樂 然後還有兩盤的tapas 總共4.9欧元了耶 非常便宜 那我們現在吃飽飯 來旁邊的這個阿拉伯街逛一下 這邊有賣很多這個阿拉伯的服飾啊 還有他們一些裝飾品 那我來買一個早上去的阿爾罕布拉宮 這個剛剛結帳的對我們的相機很有興趣 他想要來拍幾張照片 OK,Have a nice day 掰掰 剛剛跟賣這個阿爾罕布拉宮的店員 稍微聊了一下 他們好像也跟台灣有很多的這個商業往來 我就邀請他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去台灣走一走看一看 因為剛才沒有說吃得很飽 所以我們再來喝一點下午茶 那今天我們又來到了昨天阿爾罕新區的茶館 同一家茶館 我們昨天晚上是坐在下面 那今天我們下午是來這邊喝下午茶跟吃甜點 這個是索馬利亞的奶茶 然後它是有肉桂、豆蔻、丁香 跟昨天的巴基斯坦不一樣的是 它是還有在加醬 它另外一道是Sunday Snow 主要是上面有一層Cream 我們剛剛上賽的時候有看到 馬上又聞到那個草莓的香味 我喜歡吃甜點 基本上我覺得它就是草莓的味道 蓋過了其他的香料味道 所以喜歡草莓的人可以點這一壺茶 那同時我們也點了非常多的甜點 首先我來嘗一下這個Baclava 它是土耳其非常有名的甜點 我覺得味道非常棒 另外一個甜點來嘗一下 它裡面應該是有一種特殊的湯 它有杏仁 它這裡面有一個非常特別的Azaha Water 所以應該是阿拉伯非常有名的一種香料 另外一個是Brivat 這個 之前有常聽到這一道甜點 但是還沒有吃過 來嘗嘗看 它裡面主要是花生跟蜂蜜 那其他的花生跟台灣的花生糖味道蠻像的 另外這個Triangle 它這邊有兩種口味 一種是杏仁加葡萄乾 另外一種是杏仁加堅果 這裡面有一層糖醬 稍微有一點微甜 我們喝完了下午茶 現在在這個阿爾拜新區 的街區這邊逛一逛 可以兩條街 是西班牙拉丁風格的街區 那在這邊呢 就是馬上進入到阿拉伯的世界 有很多賣阿拉伯服飾 賣他們的一些堅果藻類 然後還有很多包包紀念品 燈飾 非常漂亮 非常有這種中東神秘的感覺 昨天是晚上來 那今天白天來就是可以看到五顏六色的房子 顏色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也到昨天晚上去的看台 看一下白天的阿爾罕布拉宮 那我們現在又來到昨天晚上來的 看夜景的小平台 從那邊可以看到後面的阿爾罕布拉宮 那早上我們有到上面的維拉塔 現在可以看到那邊有一個中塔在那邊 那昨天晚上我們也有來到這邊 那今天早上走 有太陽的感覺就蠻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來到了聖地古拉教堂旁邊的廣場 從這邊可以看到阿爾罕布拉宮 昨天我們來這邊看夜景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白天的景色 那白天可以看到遠方的雪山 非常漂亮 這邊也聚集非常多的人 有一些攤販在賣東西 然後也有彈吉他的 大家就在這邊休息 我們等一下準備要往山下走 我們今天下午要前往Cordoba 到西班牙另外一個南部的城市 我們現在準備前往西班牙的哥多華 公元前一世紀初建的古羅馬橋 整個城市一路上都是橘子樹 這間餐廳可以邊吃飯邊看佛朗明哥的表演 我們下午要是一個柔道大